大家好,我是燕絲物業負責英國中部的同事Selena 我今天來到Manchester,不是我們的中部 因為這個單位有一個特別處處 所以我們想特別跟大家分享整個裝修、整個出租的過程 因為這個物業是我們受之前香港投資者的委託 這個物業是三層高的 本身這個最初的時候,他兩年前買了,打算放租 誰知道準備放租的時候,就被隔離房子火了 於是就央及遲餘了,令到他本身房子就沒事 但可能有些煙、煙燻過來 於是他給cancel,要重新要很多東西,很嚴格批准 而且也要很嚴格去執政 於是經過了一年多,現在交託給我們 怎樣重新去執政呢 而且它裡面,因為始終買這個物業的時候 它本身原生都是一個出租的物業 但是因為出租的物業,你也知道了 不是每個租客會用得很好的嘛 那已經是一個狀態的condition已經不是那麼好的了 再加上被火燭燒過,已經是差上再加差 跟著再加上有些的條例,譬如消防的條例 甚至本身這個EPC批准級是很低很低的 低到只有E,還要E的尾 更是不合格的 所以投資者也重新委託我們 要做一個很大的翻身工程 這個翻身工程都很值得跟大家去探討 究竟這個辣,差不多接近是一個頹換敗,爛屋來的 一會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那因為始終它之前是被火燒過的 那些煙燻,或者火災,消防,滅火 那你都會見到一些殘骸 那這個今天我們會特地來去介紹 它整個裝修,我們都會邀請了一個投資者 陳太,還有我們的builder 一個很專業的builder 那Addub就去介紹一下究竟這個整個單位 整個大翻身做了一些什麼工程呢 它的裝修工程是挺有挑戰性的 首先第一,它本身的EPC評級是E 這樣怎樣令到它起碼D和C 甚至是去到這樣 第二,本身這裡的屋頂的保溫是很差的 那我們要重新做回 第三,就是它這裡是沒有gas的 因為它本身的電和水的供應都是很微弱的 三層的獨立單位 每一層都有獨立的 廚房、廁所和自己的一個睡房 例如Studio Fat 一房的Studio Fat 那怎樣去做它的翻修大工程呢 還有它本身因為它的電力和水都很弱 所以後來跟投資者和我們的Builder談過 我們重新去駁回那個gas supply 即是在這裡英國呢 如果你們買新房子 發展商就自己搞了 或者很多時候都是換個boiler 但是我們不是換boiler這麼簡單 因為它有三個單位 我們要準備三個boiler 跟著要和這裡的英國本地的煤氣公司 去重新去駁回 由駁回開始 到先可以提供一些的煤氣 那所以整個過程呢 是都有需時 還有都是值得和大家去探討 要經過一些什麼程序呀 還有那個本身的鋪設又會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個單位了 那這裡呢 零零碎碎在街裡 你會見到呢 其實呢 它是近民居之餘呢 附近也有不少那些的日常的日用品 一些的salon 或者有些美容中心 外賣 即是如果你要出入 或者去其他地方都很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看回 這個零零碎碎 因為那些車走了 那我們看回呢 這個單位呢 就是零零碎碎白色這一棟的 那你見到隔壁呢 地下是有些地鋪的 那正如之前火燭燒 就是隔壁的波及了 那你會見到呢 這個就是單獨零零碎 就是白色啦 那其實這個單位呢 其實歷史都差不多有接近一百年了 那現在呢 我們和陳太 和我們的builder 就一起地下開始 就看一看 視察一下我們的工程 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呢 還有每一項的翻新的細節 和莊中呢 就有些什麼的工作 我們要進行的 或者有些什麼程序啊 經過的 我們的 怎麼去提升這間屋的 那我們現在先進來這裡 那因為裡面的裝修工人呢 都會 仍然在這裡工作的 那所以會有些少少 就是聲音 和吵吵 那這樣 那我們先來開始呢 就講一講這個 就是你見它現在都很亂 那我們就有幾樣東西呢 其實呢 可能我們的觀眾 都很有興趣想知道的 就是譬如 如果有一間屋 收了這樣 好像現在的condition那麼差的話 那而這一間屋 也都EPC評級是E的話 究竟怎樣可以提升它呢 那和它的GAS 又會怎樣去申請 怎樣去做啊 拉喉 怎樣去加強它的水壓啊等等 那其實呢 這一間屋裡面呢 其實進來是滿的 那其實呢 我們在這裡呢 整個牆身 尤其是每一個牆身 就是由地下 到一樓 一樓二樓 其實我們都做了一個保暖的 那這個保暖的過程 有幾個程序的 首先呢 就第一樣東西 那我們要有這些 就是棉 100mm這些這樣的棉 第二樣東西 我們就要加一些 pastable去管固它 然後我們就會再做一些 批檔 那你現在就看到整個牆身 是平滑了的 那平滑了之後呢 我們先可以做成 先可以再去油油 現在你看到呢 就整個牆身都是平滑的 那當然其實呢 正如有些個位置呢 都可能還是很raw 即是我們 它們都會再去磨平 再修補 那整完之後呢 其實它們就開始上油了 那上油之後呢 上完油了 那基本上就好像一個原生一樣的 那其實呢 這個大廈 其實本身呢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gas的 那它全部都是電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緣故 那它就重新 就將這些 裝置回一些gas pipe 就是一些喉管 那令到呢 就每一層 和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呢 它令到每一層都暖的話呢 它在每一層那裡呢 都裝了一個combi boiler的 那還有呢 那那些的喉呢 即是那些 gas的喉呢 煤氣喉呢 它們也會重新去賴的 那這裡呢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是會有獨立的門口呢 獨立的樓梯呢 那現在呢 我們經過這個樓梯呢 上到這個 即是我們叫做 Landing Area 即是我們平時說的話 就去到這個 走廊位 Landing Area 好 那我們呢 現在呢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 那我們做過工程呢 已經做到這些呢 就已經是鋪了 就是installation 做好了schemming 那你見到現在呢 這裡呢 把所有的喉 是有些什麼呢 那會是怎樣去設定呢 這個整個配置呢 就是廚房的配置 那我們很簡單呢 就先讓大家有個了解 那我們廚房一定有煮食爐先啦 那這個因為它會接下來呢 就會裝個煤氣的煮食爐啦 所以這個gas cooker的煤氣煮食爐呢 就會裝在這裡啦 那這個也是煎煤氣的煮食爐的 而這裡呢 也都會是把gas cooker 和oven 就這一組就會在這裡的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就是一些插數位啦 那上面這個 那就會有這些洞 你會看到是什麼呢 是有炒油煙的 那我們呢 這個呢 這個呢 他們叫做extra friends 那我們就會抽出去外面的 那這些線呢 那這些線呢 也都是 到時候呢 就會藏起來 那些線呢 那些線呢 只不過給師傅呢 到時候設好 就是設定個工具 那樣 設好位置 就會在這個位置 就會裝個抽油煙機啦 那這個又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角落頭呢 就會是一個circuit呢 就給你一些 可能是microwave啊 或者是多士爐啊 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整個廚房的配置 那還有呢 剛才也有提到的 就是這棵牆呢 其實我們都做好整個installation 就是和地下的牆身一樣的 那就符合這個保暖的規格啦 那另外呢 最重要啦 就是剛才也提到 這裡是真的很不暖的 因為之前呢 就全部是用電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全部呢 就是搏的煤氣了 那整個煤氣喉 怎樣由外面 拉到裡面呢 那呢 首先呢 這裏呢 這個煤氣呢 這個喉管啦 那就會由地下 搏到這裏一樓 那我們就會在那裏 那裏那裏 那裏呢 那你見到那些地下的木板呢 其實我們呢 就全部都會再搏了 那如果在廚房區呢 那我們就會搏一些的 就是防水啦 一些的膠啦 就是硬膠膠板 那這些呢 radiator呢 都是double layer的radiator double layer的radiator 部分有裝備 但有部分就沒裝備 那就一路進行中 我們就會改的 那這裏呢 就另一個地方了 就會是它的 就是 你當它是一個睡房啦 也都加上一個客廳 就是客飯廳 因為它是一個studio flat的形式 那你見它的樓底都幾高的 其實這間本身這個單位 還有它的窗都很大啦 都差不多有兩米幾啦 很光猛 很光猛 落地波呢 還有上到來呢 因為這裏呢 雖然這一個單位呢 都對證是正階的 但是你感覺上是不是吵的 所以這裏呢 它的聲音隔音是好的 你不會覺得很吵 但是有陽光感很充足 樓底又多高 那這些呢 這些板呢 其實我們就已經做完 就是insulation的了 而地下呢 我們就會鋪回 因為這裏不是用餐區 也都不是濕水的地方 那我們就會鋪回lemonate 因為lemonate 出租來講 就會比較容易打理 那這個又是另一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喉管 那我們平時呢 因為我們平時都蓋住了 都不會有機會 就是讓我們去看 那你會見到 是真的它逐條逐條 這些後館呢 慢慢去鋪上來 那這個也是裝回 一個Double Layer Radiator 放回這個area 其實已經足夠 因為廚房那裏又有一個 這裏又有一個 那就是我們都是按照那個 那個大小 房間的大小去設定 接著我們再上去 第二樓了 那樓上的設施呢 又有一點點不同的 和樓下呢 那你現在看到呢 其實我們都很明顯 就是這個暖毛巾架 也都做了一進到來 就是浴室 就有個暖毛巾架 那我們也都有一個 就是shower的地方 然後洗手盤 然後左翅 然後這些呢 還有它每一層呢 洗手間都有個好處 都是有個挺大的窗 那個感覺都挺光猛 就是通風都挺好 那其實這個如果執政了之後 其實陽光感都是不錯的 那這裏呢 就當然會鋪回正確定的 那現在就是 師傅是進行中 那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所謂的land in area 那這層是自己獨立的 那我們說完了呢 就是那個浴室 和這個land in area 那就會一個主要的地方 就是廚房和睡房 那我們又說回廚房 那因為廚房都是我們很多人要用餐的地方 那究竟上到二樓了 那我會不會水力又不夠啊 電又不夠啊 那些gas又會怎樣呢 那我們現在都說一說 我們怎樣去設整個廚房呢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先說回 因為去到呢 就來到上面了 那我們的setting就會有些不同的 那首先呢 那個批子都是由外面 那就拉到這裏 那我們呢 就來到這裏 我們的boiler 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那它的電就會放在這一個整組 那另外呢 我們那個gas cooker 就也會放在這裏 那那個gas cooker 因為英國呢 通常那個gas cooker 下面呢 就有那個oven 就是那個焗爐 那跟著上面呢 就會有一個抽油煙機 那抽油煙機 這裏呢 我們是因為抽出街的 那所以這裏會有個洞 那我們師傅都說 這裏會 到時還未做到 就把洞 那就會抽油煙機 那些電線就在這裏 那個洞就在這裏 那到時當然會封回口 那跟著這個位置呢 那這個位置呢 是一些socket 那就會一個整個kitchen的佈置 那裏有一個小小的 小便廳的一個dining room 就是好像一個飯廳那樣 那我們呢 都說回 我們都每一層呢 都需要做這些 的長身裏面的installation 那我們也是做了的 還有呢 還有呢 你會看到現在呢 好像我們跳過這樣 那第一呢 有幾件事要補充 我們就裝了double layer的radiator 那因為補亂了 那也都按照你見層層的大小都不一樣的 是因為本身按照房間的大小 就如去做配置 那另外呢 你會看到呢 它有一個喉管 去賴了下來 正如我剛才所說 層層都是這些 都是剛剛我們裝了的 那另外這些呢 這些地板呢 我們全部都會呢 到時候會鋪回 就是lemoner的 那這裡呢 剛巧啊 師傅呢 就做到這一部分 那我就又拍一拍show 給大家看 那這裡呢 這兩條批呢 是個boiler的 的 那這一條呢 就是hot的 那其實它是一個對行式的 就是一個circular的對流式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熱水呢 就穿過這裡 那這裡呢 就會是一些return的 那就會穿過來這裡 那這裡就剛剛去駁到這裡了 那這一條喉管呢 那也都由這裡 因為已經遮住了 就一直這樣去 對啦 然後放個boiler在這裡 好了 那我們看完 參觀了這個三層的一個特色的單位 那你見到它每一層呢 都有自己的獨立的廚房 肉室啦 黑飯廳啦 那也都包括了它的睡房 全部是一體化的 在獨立的 一層就一個單位這樣 那所以會租給三個租客這樣 那而呢 我們現在也都幫陳太呢 就會在做這個全部的大翻身 而剛才也都說到呢 就是有些煤氣啊 怎麼去做啊 那些喉管怎麼去接駁啊 水啊 電啊 怎麼去整啊 甚至乎它的EPC平級 怎麼可以拿到高分啊 它已經做了些什麼啊 那因為現在這個裝潢呢 都會了陸續去進行的 借我們裝潢完成的時候呢 可能有些空租,或者有些人可能下廣告,搬出搬入 谢谢陈太你今天给我们的机会来做访问 和带我们来看看这个物业 记得大家like,share和subscribe我们英斯物业的频道 下条影片再见,拜拜 我们在伦敦、曼城、利物浦、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或者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